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是2017年的6月1号 5月底的时候,LINE的官方已经释出了安卓版的7.5.0 安卓版7.5.0的最大功能就是我们渴望已久的用了5年的LINE总算能够备份它的所有聊天记录 一键就可以完整备份所有的对话记录到Google的云端硬碟里面去 Google云端硬碟是免费的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去操作 那你进入你的LINE的那个手机画面的时候呢 你就点这个三个点点,然后上面有个齿轮状,按这个齿轮 会进到它的设定画面 然后到最下面的关于LINE点一下,看一下你目前的版本 那目前版本更新到7.5.0 这个版本就有支援一键备份到Google云端硬碟 把所有的对话记录都备份过去 如果你还没有到7.5.0的话,麻烦去更新一下 到哪里更新呢?就到你的Google Play商店搜寻一下LINE 大写小写都可以,然后找到这个你的LINE 右边如果你还没有更新的话,这边有一个更新的按钮 然后点击更新下载,它这个下载进度就会开始总共有27MB 下载完毕之后就可以把它开启了 然后一样再到这个设定按钮里面来 这时候我们就到聊天通话这个按钮把它点击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备份及复原聊天记录 这是可以点的,所以就点击这个地方把它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Google帐号上位设定 以前如果你还没有更新的话,是不会有这个选项的 所以这边上位设定你先点一下 点进去你要先设定一下,它会选用你的手机 目前已经绑定了几个Gmail 那因为我这个手机我新增了三个Gmail 所以要选一个你自己要用的那个Gmail 它会依照这个Gmail的设定把它备份到这一个账号的云端空间去 云端硬碟的空间 因为每一个Gmail都有它自己的云端硬碟空间 所以你要去把它选择你要的那个账号 然后按下确定 之后它就会显示出要求取得以下权限,按允许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会跑出 上次备份这边是空白的,因为还没开始备份 那你就点击这个,备份至Google云端硬碟 这边的Google账号已经绑定了 所以这边你就按这个备份至云端硬碟 然后因为我在外面并不是用WiFi联网 所以它问你说是不是要用行动网络 是的,因为我是用4G,按是 接下来它就开始备份了,很贴心 它有百分之这个百分进度比,百分比 然后你就可以看百分比完成之后呢 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它告诉你目前的最后备份的那一次时间 还有这个日期 然后备份总共38.59Mbps 这是我的对话记录 因为它只会备份纯文字 不会去备份你的那个图片啊,影片等等的 那或者是语音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重要的图片或档案 那你记得用KEEP的功能 K-E-E-P,KEEP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储存到这个LINE它本身的云端硬碟去 那你之后就可以一样 再从那个KEEP里面去呼叫出来 因为那个KEEP是LINE的云端的硬碟 所以你的那个并不是处存在手机本身 所以你换了手机之后 它云端的那个KEEP資料夹还是会有那些档案 当然如果你用电脑板把它下载到你本机 再备份一份 当然是更完整比较好 然后呢,这样就已经完成备份了 那将来如果你换了一只手机 新的手机 那记得就去 刚刚我们上一步的那些这个地方 去把你的这个Google帐号绑定 那绑定之后呢 你再回到刚刚这个地方来按复原 按复原就可以了 那你点击复原之后呢 他一样很简单 复原中 他就开始去把那个档案抓进来 所以你不用管他 他备份到底备份到哪里去 因为我有去看他的那个Google云端硬碟里面的空间 其实我找不到他到底备份到哪里去 就算找到了也没用 因为那个档案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档案 搞不好是加密过的 我不知道 反正不需要理他就对了 你再按复原 他就自动会去同样的路径 把那个档案抓下来 下载回来到你的手机 那你就会有完整的对话记录 好 然后备份完毕之后呢 他就显示 确定 OK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换了手机也没关系 但是切记 这个备份的功能呢 他目前并没有办法让你设定定期定时去备份 你必须要手动 所以你想到的时候就做一下 也许是每个礼拜天 每个礼拜六 不一定 随便你自己任何想到要做就赶快去做 还有就是你要换手机的时候 一定要先做 换手机之前一定要先把这个对话记录先备份起来 最好定期做固定某个时间做 为什么呢 因为万一你要换手机的时候 你是非预期的状况下换手机 比如说手机搞丢了 或手机摔坏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备份 所以你必须在定期 定一个时间自己去定期做一次这个手动备份的动作 最好每个礼拜或是每天睡前做一次 建议大家是这样做 OK 准备它以后出了那个定时帮你备份的功能 那当然就完美啦 所以现在还不行啦 OK 这节教学到这边 我是凉奶爸 各位下次再见 拜拜